那么我们来谈谈加盟 那么我们before谈这个details 我们先讲讲一下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加盟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老板面对面 我是乐玄 那么其实我一向来 对于这个创业都感到非常有兴趣 那么创业其实讲真的 无非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也就是你自己从零到一 自己设计品牌 自己去开发生意 但是往往你就会遇到很多问题 第一也就是你没有这个资源 或者你没有这个知识 所以变成就衍生了第二种 做生意的方式 也就是透过这个加盟商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franchise model 我们看到很多大品牌 不管是餐饮 还是其他类型的公司 都有透过这个franchise 把这个创业的机会 公开给那些想要创业 或者是公开给一些企业家 而今天我就有幸邀请到了 Old Town White Coffee的首席业务开发员 来跟我们分享 Old Town和franchise的故事 那么事不宜迟 我们就请Derek上来跟我们打打招呼吧 Hello Derek Hello 你好 Derek 不如我们花点时间跟观众介绍一下 你是谁吧 我是叫Derek Derek 有时候其实我是在Old Town担任这个 Chief Development Officer 所以就顾名思义 我就是就比较多做 就是这些Development 就是发展这个Old Town的生意到本地 马来西亚和海外 除此之外 我也是有负责 Marketing 还有Menu Development 还有就是Operations International的Operations的这些的一些工作 在我们进入这个 我们深聊这个生意模式 其实我一向来对Old Town White Coffee 有个很大的好奇 也就是什么是 白咖啡 就很多人问过我们 什么是白咖啡 是不是摊了牛奶 就是变白咖啡 如果你知道在世界上就有很多咖啡豆 就是有Arabica Robasta 这两种比较多人熟悉 然后在20年前 我们的这个Founder就觉得 我们要做一些比较特别 比较有风格的就是 我们就采用了第三种 在马来生产的一个豆类 就是叫Liberica Liberica这三种混合起来 我们其实就有了Old Town White Coffee but then it is 就是在烘焙方面有一点不同 就是说通常的咖啡 他们是用很高的温度去 growth或者烘焙 可是在烘焙 这个白咖啡的时候 这三种豆类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是用比较低温 来保持这些豆类的原汁原味的一些品质 然后这个白或者white 就是代表着 其实是代表着 pureness of这些beans so that's why it's called 白咖啡 所以就是不是因为它变白色 然后你去今天 今天你去喝一杯 Old Town White Coffee 它其实也是不是白色的 明白 就是到我们开始看 Old Town White Coffee 他们整体的这个企业路程 一开始其实你们是做 这个速容咖啡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三合一 然后开始慢慢做 这个咖啡连锁店 也就是比较广为人知的 也就是到处都可以看到 这些门店 那么我就比较好奇 你觉得这个速容咖啡 到底对于你们现在这个 这个连锁店 他们其实有没有什么 正向影响 还是他们有什么所谓的correlation 其实在很多国家 都有我们的速容咖啡 在F&B方面我们暂时 目前为止有在五个国家 可是在就在说马来西亚这一方面 其实在观众或者大众的眼光下 其实Old Town White Coffee就是一个品牌 它不只是代表了我们的Old Town餐厅 或者那个Old Town的速容的3-in-1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你到了一个hypermarket 你看到3-in-1的一个counter卖3-in-1的咖啡 你可以想到我们的Old Town的一些很好吃的美食 然后你到了我们的 其实看到驾车经过一些Old Town的restaurant 你可以想到 其实我们也有三亿亿的这个Coffee的sashire 其实我们有两个团队 一个是在负责F&B的一个团队 然后另外一个团队是在FMCG 就是Incent Coffee的一个团队 那如果打个比方我们两个团队都有marketing的一些预算 去打这个品牌 那在F&B比如说我们做一个100万的生意 我们有3%拿来做marketing budget 或者在然后在FMCG也同样的有一个100万的生意量 然后也拿了3%来去来做一个marketing budget 所以在两个团队当中 我们互相的配合 互相的推出市场一些广告 一些campaign 赌我们是不同的budget 可是那个效应是赌大众 其实每无时无刻都是会看到 Old Town在打不同的广告 我们都会每 差不多每一个月 因为我们的marketing calendar是有配合的 那这个月人到我们的F&B来做一些宣传 然后下个月是FMCG做多一点的宣传 其实在大众的眼光 其实Old Town就是无时无刻都可以听到 或者看到Old Town的一个存在或者visibility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strategy 就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优势啦 compare to我们的probably其他的一些品牌的朋友 他们只有做F&B或者是单单做FMCG 所以他们可能有了一些进费在广告上面 就是那3% 我们只有3加3这样子的一个效应 其实在马来西亚 你们是如何定位你们自己的 就是你们怎样去面对你们的竞争 因为其实讲真的也是有其他 蛮跟你们蛮相似team的咖啡店出现 这样你们是怎样跟他们去竞争呢 其实我们竞争或者competition一定有的 做什么生意都会有的 我们其实很欢迎这些良心的一些竞争 其实对我来说如果很多朋友一起来做 咖啡店或者coffee shop的这个生意 这个trade的话我觉得就大家一起做更多的 马来西亚或者外面的一些游客都可以认同 或者接受我们马来西亚的食品 如果我们单单是我们一起自己做可能可以 可是可能需要很大的一个精力去推推广 我们是什么马来西亚食物 然后of course 每一个coffee shop 由你所说的都是卖大同小异的一些食物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定位是 我们是其中一项定位我们很自豪的 就是我们从很久以前我们就是清真的 就是Hala Certified的 我们的全部的Otow都是Hala Certified的 那有可能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 就是Serve all the Malaysians 不管是什么群群主的马来西亚人 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食物跟食品 当然不只是清真了 我们还是竞争是竞争 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是把我们的品质 Safe food safety做好来 然后大家都可以来到Otow来享受这个很安全 又清真又一个很舒服 很佳的感觉的一个地方的食物 明白 那么我们来谈谈加盟 那么我们before谈这个details 我们先讲讲一下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加盟 加盟就是一个 In English我们说是一个relationship Between一个franchisor就是那个brandowner和一个加盟商就是franchisee so两方面达成一个公司来去做一个一起做一个经营一个生意 就是说用franchisor就是brandowner的brand name 还有brand system来经营那个生意的一个模式 就是一个relationship啊 所以如果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不能达成就是一个公司或者就接受对方的一些 grows and regulation或者一个terms and conditions 就很难走下去 因为一天那个合约就是最少就是五年 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一个franchise act 1998 然后很特别的就是马来西亚很少国家有一个franchise act就是政府来保护franchise system就是双方面的 所以因为有这个franchise act那个我们就是刚刚有一个amendment就是说minimum要有五年的一个franchise agreement 所以这个其实是保护了双方面的 所以如果再倒回来提谁是有可以是每个人都有兴趣有兴趣做franchisee或者加盟商都可以直接说他们要了解 franchise investment不是一个short term的investment 它是一个mid term or even longer term的一个investment that's why很多人就希望找到operator owner operator就是你投资你加盟你投资你也去管你自己在管理那个生意 so很多franchise都是要找owner operator会比较放心 他们会经营的很好会一直关注那个生意 现在如果是有人要帮要申请的话我们也是有一系列的一些pre-requisite的一些documentation或者一些test includingpersonality tests or psychometric tests yes besides checking他们的background就是financial background他们的credentials那个是很普通啦就算我们请一个员工我们也是会check 因为做加盟商或者franchisee的话我们是希望他有权去suggest一些东西 可是当你进入一个franchise system的时候你不只是你是一个franchisee我们有百多个franchisee两百多个franchisee 我们是希望franchisee可以和群来共同进行我们所plan的这些planning of course我们有机会我们每一年有很多机会给franchisee来告诉我们一些建议 可是not every建议是会被用的就是说franchisee is about system 就是proven system so if you want to be a franchisee 你first thing first you need to trust the brand and you need to trust the brand owner 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年我们已经跌倒了很多次我们已经装装装装装了很多次我们迟到哪里 对of course not perfect but我们有一个模式一个system 你看了20年你们这个friend加盟的模式什么样的franchisee what qualities you need to success 还有什么what quality你觉得是通常他们会fail的都是拥有一样的quality 可能就是有一些就一开始就做得很好然后继续的做得很更好 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上了轨道他们就要开更多间 其实管一间跟管两间三间是不一样的 你当初你只是focus一间你可以看到每一间都看得到哪里出错啊哪里出是对的 当你有两三间的时候你就分心了 that's the reason他们就开始会比较手忙脚落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第一间第二间都不一样的一些状况 然后我们就会很快的告诉他们其实you are not ready so we will help you或者你需要每一间店都有比较senior一个restaurant manager来帮助你 你不可以说我可以看三间然后每一间我只是放一个比较junior的一个人在管 然后of course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们就是按部就班的做可能已经做得很好他还是觉得他做得不好 so他会很小心的在经营很小心的在经营 所以他就可能会就不敢踏出第二步说我要开第二间也是好的 我们也是很欢迎这样子的franchisee 所以有不同的其实我们有很不同各种各类的不同的franchisee的trades that's why我们有不同的operations manager在负责他们的这些franchisee of course不同的personality traits is ok but then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brand的vision和mission 就是要做好这个品牌而不是自己导自己的迷害是说我为什么要加盟啊 当初为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会manage这些vibes啊我们所谓的vibes that's why我们如果看到不对的一些东西我们就要马上处理 but then如果我们讲F&BF&B其实是很很 tedious的就是很辛苦的一个行业了 然后比如说很多人以为哦你们做到那么多间那么好 其实背后的心酸大家不知道你要卖多少盘拿西了吗或者咖喱咪才可以得到那个profit了哈 所以就是有很多calculation我们在跟加盟商来询问的时候我们会解释给他们听 然后做一个franchisee其实我们的责任不只是until他们签了合约还了钱就end的 更长远的路或者辛苦的路其实在后面就是说他开了店怎么去sustain那个business for the next 5 years or 10 years 那个就是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在我们的欧道里面有很不同的团队在负责不同阶段的一些责任 明白这样我就比较好奇在一个5年的过程里面通常这种owner operator他们是可以回本的吗 还是他们是需要renew了才可以回本 通常如果是大间的话我们的roi通常是24度24到36个月里面的一个average的一个roi 如果是小的可能就是好像刚才我讲15到18个月如果真的做的很好然后control的很好都是这一些的 I mean这个框框里面的一些roi的一个数字啦 如果of course如果他真的是做的不好的他不会到了第五年才知道他做不好的 因为我们刚才我讲了我们有另外一个团队是在after他开张过后 就会负责帮那个fanchisee的然后我们有很多个我们所谓call我们的operations manager会负责每一个operations manager 就有负责好几个他自己区域的这些fanchisee然后他们都有经常的或者periodic的一些visit还有business review so他不会说到最后已经是救不到的时候才发现发觉的他一开始有问题我们就知道了知道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些跟他们一些沟通然后怎么样去补救或者去improve比如说一些local store的一些marketing for 我们单单就是那一间加盟商的store做一些促销或者做一些调整这样子我们的P&L其实在F&B的P&L就是profit and loss的这个账目里面呢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food cost 我们的label cost还有我们的label cost还有我们的rental其实是fixed的然后其实另外两个controllable就是food cost还有你的label cost这两个是你可以control的 所以我们叫它controllable你可以control的话你就要很仔细的去看有没有food cost对不对有没有wastage有没有stop take就是你的员工有没有去told还是去拿回去还是怎样在一本menu里面有这么多dishes that's right他们也是会自己知道哪一个的确是好卖或者比较容易卖或者他的food cost很美的他就要叫他的员工去比较推或者比较啊 啊销售内那个grouping的一些food可能不同的一些啊店他有不同的demographic他的customer base可能不一样profile不一样 所以他要知道他的customer profile来做这些调整然后在员工方面当然你是啊知道你在哪一个时段是需要多员工的 在malicia我们比较幸运说我们可以有part timers我们可以full timers我们可以用part timers来cover一些hours而已big hours然后可以release他们 然后你可以balance你的label cost有一些国家其实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就是只可以用full timers 然后你就是八个小时九个小时他们都在那边 明白现在你们五月尾就是你们会推出这个vending machine 这个自动贩卖机 那么讲不如我们来聊聊一下这个vending machine到底是个怎样的模式吧 我们其实已经规划了很久一段时间然后终于我们会五月尾推出市场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我们的master的一个franchisee 来带你我们整个vending machine 的business 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很多vending machine 通常就是饮料就是drinks或者一些products就是dry的item就是可能是tissue道啊还是tissue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玩具 可是我们的另外一个machine呢在旁边side by side其实就是我们的hot food machine oh ok 就是偶尔的hot food比如说我们的饭啊面类啊都会在那个machine可以band出来的 然后band出来很多然后你市面上看得到的一些bending machine 其实是你选择了那个machine你按出来它掉出来 然后你要拿那个盒子去旁边它会provide一个microwave给你去hit up 对吧然后你去 所以我们的其实在它已经在里面了你按的话你选择你choose然后你还钱的话它就会帮你在里面hit up 然后出来drop down出来给你就是其实是可以吃了就是已经hot了 我们标榜的就是如果你看到oldtown的一个vending machine it's about the brand itself 叫for vending machine what is the expected 这个投资呢 我们会有一个launching的一个privilege but then i think at the moment我可以讲是在1000以内的一个investment 明白 of course你要去补货了 那个只是一个initial的investment 其实我们看下时间其实也是来不知不觉来到了访谈的最后 这样derick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我就想告诉你一些很有兴趣要从事饮食业或者就是经商的一些entrepreneurs的一些expiring entrepreneurs的一些朋友说 当然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去创业或者创一个自己的品牌 but then do我啦就是我们说我们看到的一些successful的franchisee 我们successfulfranchisee都是当初有这个想法做要自己去创品牌 可是他们都是会花一点时间 然后我们呢已经是接近20年的一个品牌 所以如果是加入我们的话 我们当然是有一个sustainable的一个branding 或者一个brand journey that我们可以provide或者share with你们的话 你们的然后就是 the journey to success is probably easier for you to become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and of course old town 现在的 old town 我们的tagline就是 old town but new ways with the new ways now because我们现在有很多ESG的一些efforts 太多了 so我们太多的ESG 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如果不现在开始的话 接下来会很很辛苦很多人已经开始 然后不只是为了根据那个那个trend啊 我们觉得真的是要保护这个地球 或者下一代的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ESG的一个 包括了我们采用的all the packaging now ESG就是compliance biodegradable even我们的那个straw 是用我们的coffee的coffee ground 做成的一些一个straw 好anyway Derek谢谢你今天花你的时间上来跟我们 分享 old town 还有这个franchise model 也希望以后还可以再次回来邀请你 跟我们更详细的聊聊别的东西 那么直到下次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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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